从2020年开跑的国家数码网络计划进展顺利 无论是在网络覆盖率或者是网速方面 都是超越了预期目标 通讯级数码部长法米就指出 全国各地目前已经有4363个5G通讯塔 而人口地区的5G网络覆盖率 已经是达到了54.7% 政府也会在这个月底公布固定宽屏团结配套的详情 通讯级数码部长法米今天在国会公布 国家数字网络计划 在202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获奖的消息时指出 第一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落实至今表现亮眼 截至去年第四季 全国共有774万个单位备有光纤连接 超越预期的750万目标 网速方面也有所提升 移动宽屏的网速每秒高达116.03兆比特 比原定去年的35兆比特超过三倍 法米指出 除了人口稠密地区的4G覆盖范围 扩大到96.92% 我国在5G建设上也取得积极成果 原定今年第二季度才开跑的5G网络计划 已提前到2021年底落实 至于半年底下 沙巴和沙拉越内容地区的网络覆盖率 目前839个原住民社区透过卫星连接网络 随着人口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97% 政府现在着重保障网络服务品质 包括提升高速公路或在建筑屋内等等的网络质量标准和体验 第二阶段的2023至2025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除了将着重把网络覆盖到剩余的3%地区 全国900万个单位也将在2025年底获得光纤网络服务 政府将在这个月29号公布针对目标群体的固定宽屏团结配套的详情 根据部长早前宣布 这项配套专为B40群体 退伍军人 勒林人士和身杖者而设 网速为30兆比特和无线数据流量的上网配套 每个月大约69令吉 八度空间柳香林 黄如燕 国会大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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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